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坎大山 最近呢,听说这样一件事情,说良心话不好确定 到底该怎么评论谁对谁错 好像谁遇到这种事情啊,都有点迷茫 说什么事呢?说有一个老人啊,这个信佛 所以啊,家里常年工作着婆娼的缝像 啊,没事,上工啊,烧香啊,哎这样的 很多老人都这样啊,年轻的也有啊 后来呢,这个老人生病去世了 那才去世之后,家里的子女啊,处理完老人的后事 那得收拾收拾老人的屋子啊,该装修,重新装一下 不用的东西扔了,对吧,或者怎么样 那么不用的东西整理扔掉的同时 就包括了老人的这个佛像 啊,这一堆供奉的佛像 那这堆佛像呢,就给当垃圾扔掉了 当时啊,就有长辈就劝他们 说你们这样不合适啊,家里常年供奉的佛像 不能就这么处理 可是人家里的子女说了 我们本来也不信这个 不信佛,我们也不迷信 哪有那么多传说的神啊,鬼啊,对吧 当年呢,我妈信这个的时候 供这个佛像的时候 我们就不同意她供奉 我们都说过好多回了 但是老年人没办法,说不过她呀 说的她也不听,对吧 就忍了,就让她供了 现在她走了,我们当然就扔掉了 不扔掉怎么处理啊 我们也供奉,那多麻烦的,我们可不干啊 我们不信这个 就这件事 这件事朋友们听完什么感觉呢 我相信啊,听完这件事情肯定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是什么 认为啊,年轻人啊 这个有点无知者无畏了啊 根本就没有敬畏之心 我告诉你,没见过不在表没有 你们呢,以后吃了亏你们就明白了啊 敢这么处理啊 你们真是啊,这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啊 这是第一种想法,认为他们做的不对 第二种想法是什么呢 认为,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那你要那怎么的呀 本来那就是迷信吗 哪有那么多事啊 真的啊,说的那样那么灵那么好啊 那当年啊,什么抗日战争八国联军的时候 他们怎么没出来救世来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啊呀,那都无所谓 扔了就扔了,赫尘们也没关系 无所谓 诶,这是第二种说法 是不是,基本上就这两种说法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老宋什么看法呢 我说一说啊 你们看看老宋说的对不对啊 其实啊,对于这个什么这些信仰啊 佛教也好啊,道教也好啊 所谓的基督上帝也好啊 这个信与不信呢 都是每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 有的人你觉得你愿意相信啊 你觉得从心心,那你就信 有的人呢,你说我就不信 那你也不能强制着别人 更不能用恐吓的方式让别人相信告别人 你不信就会怎么怎么样 你不信了,这种也没意思 这有点恐吓人了 对不恐吓人了 所以觉得也不合适 但是,我觉得什么呢 你作为一个人 你可以不信 但是,你不能对这种未知的东西不尊重 啊,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我们出去旅游也好,玩也好 我去一个寺庙 你说去了这个寺庙,我不信这些 你说我不跪拜 我也不上巷 我就看一看,就完事了 正常,太正常了 因为你不信啊 没人会,没人逼你 也没人说你必须得怎么样 但是呢,你这样可以 但是你得尊重 啊,什么叫尊重呢 你不能去了啊,撇个大嘴 什么玩意啊 这个,这个扯的 这个迷信 啊,万一人有规范 有啥用啊 他傻了吗 你还跟他跪啊 还跟头啊 他傻的啊 然后,评论人家服下 啊,这怎么怎么的 那怎么怎么的 这就骗人了 怎么的 在那里高声啊 大声喧哗 一点不敬畏 这样也不对 我觉得人还是应该 尊重点这个 这种信仰 还是有一颗敬畏之心的 不管有没有 不管是不是迷信 自然有这份信仰 人还是要有一份敬畏之心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可以不信 但是不能不尊重 那既然谈到这了 我就说了啊 像对于这个佛像 这么处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不合适 不能让打哪里扔了 打哪里扔 就是扔哪里扔了 这个不合适 那么说 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 哦 有人说了 这可挺麻烦的啊 那怎么办呢 你不要我扔 我送哪去啊 这就像 俗话有一句话 大家可能听说 都听过 叫什么 请佛容易 送佛难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你说你家啊 想供佛 你请了个佛像挺容易 你说啊 你想把这个送走了吗 不供佛了 这个事情是请难办的 啊 你随便 你随便请一个行李 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过去一直就这么说 那么说 要是真是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呢 啊 一般有这几种办法 第一个呢 就找有缘人 送给有缘人 啊 你说我家呢 这个不供奉了 你看身边呢 有谁啊 比如说信佛的 愿意供奉佛像的 愿意怎么呀 哎 把这个呢 送给有缘人 啊 有的人呢 就愿意啊 供奉好多年了 觉得人得请回家了 人得接着供奉 有这样的人 送给有缘人 但是这样的人呢 可遇不可求 啊 一般这样的人 自己家都有了啊 因应可能就不需要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佛像啊 送到家附近的一些寺庙 啊 你家附近有一些寺庙啊 这个佛像呢 我不供奉了 然后我回来呢 我送给这个寺庙了 至于这个寺庙呢 你怎么处理 那我就不管了 也希望就是 让这个庙里的啊 僧人呢 去给他处理一下 因为有的说了 哎呀 人家才不管你那事呢啊 人家那全去找他处理的 他怎么办呢 你可以给点香火钱吗 或者怎么样啊 还是大部分都会管的啊 都会帮你处理掉的啊 这是第二种方式 就送回给寺庙 第三种方式 你说我也送寺庙 也不收 也没有 我怎么办呢 那实在不行啊 我给你出一道啊 就是什么呢 你找一个比较高的山啊 然后你去爬山 在这山里呢 找一个地方啊 比较僻静的地方 比较那什么地方 人烟比较少的地方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风吹不着 至少雨淋不着吧 这种地方啊 用红布啊 披上 然后摆在那里啊 让他自言的 那什么啊 这以后 到底什么样 你就不清楚了啊 这样也可以找高山啊 这样也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要放在那里 这是第三种办法 第四种办法 就实在不行 这些事你都嫌麻烦 你说不行 哎呀我哪那么多麻烦 我还去高山 我还我下深海呢 对不对 我就直接扔了 那么你要是这样 那么咱最简单的一个 哎 找块红布给包起来 啊 稍微尊重一点 哎 你明白老宋的意思吧 这我其实谈的是什么 人要一个敬畏之心 稍微尊重一些 对你也没什么坏处 你说是不是呢 啊 虽然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 不是不是 虽然你可能觉得啊 没什么好处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做 也没有什么坏处啊 再有一个朋友们 可以想象一下 毕竟是个佛像啊 你 你是不是稍微 也得尊重一些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母亲那么虔诚的 拜了这么多年 就凭你母亲这份心理 送走这个佛像的时候 也得稍微尊重一些嘛 对吧 这是老宋的观点 你认为有没有道理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砍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